平川说论定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令人非常期待的对抗 有ESL的半决赛 有血神末大战happy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那今年的话ESL的比赛确实非常令人关注 主要有两个点 一方面是奖金非常的高 总奖金一共13万美金 折合RM有80多万 冠军的话是5万美金也有30多万 这个额度对于魔兽项目来说确实非常的高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次的话 亚洲选手终于有机会线下 和这个欧魂大战一下了 看看欧魂到底是不是世界第一 这一次比赛打完那就一键分晓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happy 大战末这是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地图选择的是EI回音岛 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就是那名传奇的暗夜选手 第五种族月神末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边 红色的亡灵IDhappy 欧魂双方稍微小小的暂停了一下 那happy呢这两年在欧府 真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欧洲的比赛他一般他99%都是冠军 但是呢欧洲那边说他是世界第一 亚洲这边有一些选手或者是观众不太赞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欧魂非常任性 只要一旦线上比赛有延迟 他就不参加 所以这导致亚洲的比赛他基本上都不参加 那他到底是不是世界第一 这一次的话亚洲选项终于有机会线下和欧魂交流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英雄选择方面 happy选择的是DK死亡骑士 这个开局的话 这一次不是蜘蛛流而是狗流 那第二个塔放下了 哇这个通灵塔位置放得非常的精髓 到时候升个冰塔 对方小骚扰都很难 看一下月神梦梦这边选择是KOG 依然还是选择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手牌英雄 好装备方面 KOG上来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DK的话开局没有练及 过来骚扰一下暗夜链击 这里小师生也是精准的摸到了KOG的一个链击节奏 那KOG练完第一个点还差56到2级 看看能不能到 一技能升的是小数人暂时没有缠绕 这里的话一直用小精灵卡一下对方的小师生 好终于卡成功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KOG又涨了一点金 差个31可以找到 DK现在的话招骷髅 远远不断的过来骚扰 好看一下那这边莫不太敢练啊 这边一练很容易怪就被对方给抢掉 所以说现在还是要把这个DK给赶跑一下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科技 月圣莫已经开始升本了 那亡灵这边也开始升本啊 双方的科技差不多 好升科技的同时啊 这里的话欧环直接拉了6条小狗双线练一波级 同时呢英雄DK一直是跟着这个KOG啊 不让KOG练级 这边骚扰也在骚扰啊 怕AC偷偷在这里练 这个侦查啊 这个骚扰确实做的密不透风 我们看一下DK又绕了过来 好KOG赶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练练级 这边的话要不要买个单船 好买个单船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 DK继续过来暗夜加里骚扰啊 小骚扰招的是有点多啊 各种摸一下你的小精灵啊 KOG买好单船之后看看要不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练练级 这没有到二级非常的难受啊 DK也是满地图各种找 哎呦双方前击啊 这个博弈这个针对啊 做的真的是有点有点强 好现在已经有四个AC了 四个AC可以开始练了吧 先把小骚扰给解决 这边KOG 那骚扰解决掉KOG到了二 KOG过来一看啊 没有机会去骚扰啊 这个冰塔非常非常的精髓 那KOG暂时回不了的话 我们看一下 AC要过来练分框了啊 这里的话也是偷偷的造了一个生命之术 那应该是开分框的一个打法 那这边KOG直接单传到分框 可以的啊 暂时躲开了DK的一个骚扰 那DK这边也是选择练级啊 刚才的话双线练了一波 那练完这里DK可以到二 我们看一下 HAPPY一把 他喜欢DK练到三啊 再进攻 所以说 这一波练完车应该还会再找一个点练 那同时在练级的同时 这个侦查做的真是密不透风 又是第一时间侦查到莫在这里的话练分框 欧皇现在是不仅是操作很强啊 这个意识也是非常非常的牛逼了 那最近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啊 FKK和欧皇打 真的是一点几乎都没有 FKK几分几秒在哪里练级啊 一切都是被HAPPY掌握在眼中 好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啊 莫 那分框终于练完了 KOG二级半 要找机会练到三 欧皇这里的话也是在练 练这个雇佣兵 上来整了一个 哇 雪牌 很不错啊 雪牌一整 那DK这个血量啊 就上升了一个导次 想秒DK 难度有点大了 好 这里的话练级节奏很不错啊 在没有对方骚扰的情况下 战争古术爬到这里 要开始疯狂的练 不过这里千万不要拍死怪啊 好 看一下这个五级蓝胖子 掉了一个大雪 另外一边 那HAPPY开始练分框了 分框一练 到三级 诶 这里死了一个小狗 诶 居然被我们发现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月神梦 KOG到三 要开始过来骚扰了 不能让对方安心练 那这里HAPPY 也已经到了三级 接下来就看看这个五级蓝胖子 能出一个什么东西了 这里很省 没有用C C的话 一直扣扣的放在手里 这里打了一个指环加三 过来一看 诶 已经练完了 这一步的话 KOG看见DK还在跑 KOG这个后期的话 预见这个高等级的DK 真的是只能跑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这边 二本升好 魔王的话 二发了一个DH 恶魔猎手 还得靠恶魔猎手 来限制一下DK 然后HAPPY这一边 二发的是一个巫妖 那三本的话 已经升了将近一半 月神梦 升了一个自然祝福 刚好这个分框 造好之后爬过来 到了三级 我们看一下 现在欧皇的话 两个英雄出来练 家里的小狗还在家里 那他还是等这个三本好之后 再开始进攻 HAPPY倒是一点也不着急 打的节奏非常的冷静 没有说一定要冲对方 这就是相当的自信 我们看一下DH 也是打了一个雪牌 好 雪牌练完 那这里的话自然祝福生好 这个基地爬过来 马上开分框 这里HAPPY的话不着急 两个英雄在外面练练级 逛逛街 等三本一号 就要开始发起进攻了 这里莫皇还在继续练 主要是把DH等级往上提 KOG看见了DK的一个位置 来跟着对方 这不能让对方骚扰 对方骚扰自己练级 上来的话又被抓到了 HAPPY这个节奏 这个时间点 确实掌握得非常的不错 反正侦察几乎是密不透风 过来一看 现在这两个英雄也是在拖时间 HAPPY是等三本 三本一号就可以开始进攻了 那莫皇的话赶紧 要把DH等级往上提 KOG的话去骚扰一下 现在KOG三级 状态还可以 稍微和对方号一号 HAPPY这边有车子了 两个英雄 在车子的加持下 这个恢复能力续航力都非常的强 这里我们看一下 DH直到了二级 打了个加五的公爪 胜伤了一个大雪 很不错啊 这套装备 好 HAPPY三本生好 那蜘蛛也准备好了 要开始进攻了 这边也是生好了鞋带 这里莫皇的话造个商店 那接下来就要手分块了 HAPPY不出意外的话 三本会一波很强势的进攻 那前期 双方小打小闹 接下来啊 就是开始正面硬钢了 HAPPY的操作啊 依然非常非常的强 我们看一下 莫能不能和他碰一碰 那月神木 赚他好的时候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猛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DK买了一个球 还是给我自己的巫妖准备 巫妖的话 现在是单独吃一下经验 这一波练完的话 应该是二级半左右啊 离三级还是有点小距离 月神木 小精灵 也是做好了侦查啊 看看HAPPY这里 也会不会开分框 我们看一下 英雄等级 王林这边是三二 然后莫这边也是三二 人口方面的话 哎 月神木已经是五十一了 HAPPY的话是四十一 暗夜精灵 领先十人口 这里王林的话 这个小狗已经生好了狂暴 很猛 继续练 就等巫妖 等巫妖到三 一发C啊 把你这个侦查的小精灵 给解决一下 看一下 这里莫也在练 那从开局到现在的话 双方的话都还可以 尤其是莫这里的节奏很不错啊 分框开好 是吧 分框开好 然后呢 英雄等级啊 也没有落后 好 HAPPY 我又开始练 这HAPPY打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自信啊 一般王林的话 真的是极限跳科技 然后三本之后立即进攻 那HAPPY一点也不着急 英雄不到三 我就不进攻 还在等巫妖 等巫妖到三 那DK已经快练到四了 这里 月神墨 派个小精灵 确认一下 哇 这 HAPPY已经开始开分框了 这 HAPPY 有点自信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HAPPY要不要守一下自己的分框呢 还是说选择进攻 人口方面的话 现在HAPPY还没有破50 还是48人口 那月神墨已经是58人口了 领先10人口 那这里看看 要不要三发一个什么英雄 好 月神墨已经要开始进攻了 那这边的话 小鹿的数量非常的多 月神墨还是拿出了自己非常 擅长的一个战术 就是小鹿 哦 有上来的话 直接NC KOG血量掉的有点快 这里 二级的NC输出非常高 这 界面两发NC 直接秒掉KOG 这 这 这 不好说啊 这一级的话 墨好像状态也不太好啊 前击节奏很不错 但是上来英雄被秒 那就有点难受了 那接下来英雄被秒之后 好 这里我们看一下 哦 HAPPY还特意买了一个粉 那接下来 蜘蛛钻地就非常有空间了 你按键里没有粉 那我这边蜘蛛就可以秀啊 各种秀 那这一波 KOG阵亡 因DH一个人扛不住啊 小鹿的话 有点点不动 尤其是蜘蛛随时可以钻地 也没有粉 那HAPPY见面一波团战 直接就把梦的英雄给秒掉 这实在是太猛了呀 好 我们看一下 分框开的很舒心 是吧 正面打一波小团战 HAPPY 大获全胜 上来秒了一个英雄 某某某这边的话 人口刚才还领先使人口啊 那接下来的话 复活一下KOG 分框这边 暂时 暂时还是安全的 好 这里我们看一下 DK 买了一个群补 买了群补 看看要不要买个无敌 乌鸟身上有个无敌 感觉好像无敌也不用太买 暗夜现在秒英雄的能力不是很强 主要是靠打一个消耗 小鹿各种减速 过来DK再采购一波 看看 采购一个公爪 公爪的话 到时候给一个猎去 乌鸟 乌鸟的话 这个装备 哇 双头环 加上一个公爪 这个装备有点猛 野山 拿一下暗夜精灵 过来进攻一下王陵的分框 上在大墓地拆一拆 这不也要开始互换了吗 有点犹豫 有点犹豫 还是觉得和对方互拆一下 这边一拆 暗夜精灵现在在升三本 升三本 暂时还没有熊 上来1%c 解决一下你的小精灵 小精灵赶紧修 第一时间把兵甲给套上 这边DH一个人在骚扰 小鹿要回防吧 但正面操作好像 好像月神墨也没有自信 这刚才界面就秒英雄 有点难打 这边DH单转过来 上来 第一时间抽 那DKC没有C出来 但是这个赶紧修赶紧修 这个基地再不修就没了 上来的话 巫瑶一个二级诺瓦 小精灵扛不住 这里的话DH终于有粉了 杀了一个蜘蛛 KOG升到了四级 Happy这里的话 第二个蜘蛛阵亡 这一波Happy就是硬拆 把对方分光拆掉 可以死蜘蛛 第三个蜘蛛马上也要被杀 马上也被杀 蜘蛛还在操作 这里赶紧交个TP 哇 这个雪上预判非常不错 那这一波的话 Happy以牺牲三个蜘蛛的代价 拆了月神莫龙的分光 然后亡灵 亡灵的话是有两个光 那留给莫龙的时间很短了 莫龙必须在这个时间 把对方给分光给打掉 否则亡灵双光在手 后面的话越来越难打 双方一个人口 现在亡灵52 然后莫龙的话58 人口现在没有领先特别的多 而且时间是站在Happy这一边 Happy现在开始转一些车子 转个绞肉车 到时候升个瘟疫 小鹿就受不了了 会远远不断的掉血 好 这一波莫龙要打决战了 过来直接拆对方这个分光 Happy过来手上来 又是NC KOG有点扛不住 KOG这里 刚又溅溅了一身血 吃个群补抬了一下 但是一发C又带走了 哎呦 KOG每次团战直接死 KOG打到后期打亡灵 真的是非常难打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莫龙的话想围杀对方的DK 能围住吗 哎呦 这个角落车的话 散布这个瘟疫 小鹿掉血有点快 好 暗炎之灵 吃了一个群补 吃个群补的话 没有KOG再 一个DH好像打不过 亡灵这样的英雄等级 实在是太高了 接下来小鹿只能跑 小鹿的伤害不高 只能打控制 但是熊呢 又没有 接下来DH想插蜘蛛 蜘蛛的话各种拉扯 这里无辱 DH上来的话 一身血 无敌一顶 接下来无敌时间一到怎么办 好 莫王直接打出了奇迹 我们恭喜Happy 这双方两个人 第一场较量 突然发现 团战两个人 真的不是一个水平 Happy实在是太强了 那以前觉得Happy 这个操作非常猛 现在Happy 这个真啥 还有这个大局 也非常的不错 好 我们恭喜Happy 拿下来第一场较量 那接下来 其他的比赛 莫王能不能赢呢 我们拭目以待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